詞曲 李宗盛 不死失誤 不死三陣 那上壘之後呢 志花今天展現他在內野 應該說內角球的一個攻擊能力 他今天的兩支拉打 其實都是內角球 縮著手出棒 都打得很遠 那第一次打擊 是打出了一支三壘安打 自己也相當振奮 接下來在這一屆 U18還沒有打出安打的尾形 也貢獻了一門打點 這是在二局的後半 日本隊把握住韓國隊 手臂上的一些瑕疵 率先的得到三分 那韓國隊這邊則是在第六局的時候有攻勢 這個半局他們最後靠了三支安打 胡志煥的這支安打 打下了韓國隊整場球唯一的一分 那今天兩位先發投手其實 我覺得在整個表現上來講是互別苗頭 而且都有自己很厲害的地方 裴燦生他雖然是承擔敗頭 但他的球威非常的好 控球也還不錯 那至於在前天今天看起來 他是有一點省力丟 對 丟給韓國隊打 然後控球很精準 畢竟接下來的比賽可能還要需要他 還有機會用到他 那日本隊則是在六局後半 韓國隊六上得分 日本隊下半局冠進四分 三停球也打住了左半邊的全壘打 接下來之花勝之柱 這場比賽第二支帶有兩分打點的安打 整場比賽他打下四分打點 那韋欣也找到他擊球上攻擊上的感覺 單場兩支安打的表現 那最後雖然在第七局的時候 韓國隊一度看起來有 這種要反撥的可能性 但還是留下了兩個壘包的殘壘 這就是今天比賽的一個過程 我們在稍待片刻之後 繼續回到轉播現場 開啟小鈴鐺啦